好 妙凉 记得吗 两年前 你也跟朕一起出巡过 这天下经过两代人的奴隶 总算是国泰民安了 这些年啊 朕见过的美女无数 但只有在你面前 朕才会不自觉地放下一切 说说心里话 这是什么味道 好香啊 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 朕给你点上了 好热 热吗 朕就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脸色像花朵一样娇艳欲滴 放开我 大半夜的 孤男寡女的 起码 你越是这样 朕越喜欢 私大好 那是孤孤之头 孤母的王 Never 人家ive 因此 банak comin 漂亮 怎么是你 醒了 你对我做了些什么 混蛋 无耻淫贼 你是朕的昭仪 朕怎么无耻了 你 你又迷香害我 毁我清白 这不是迷香 这是你最喜欢的西域贡香 谁喜欢了 我才不喜欢呢 而且我也不是你的冯昭仪 那我的冯昭仪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了 反正我不是冯昭仪 这是妙帘的记号 你就是朕的冯昭仪 我什么时候长了颗痣啊 妙帘 朕答应过你 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朕已经封你为左昭仪了 这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啊 什么左昭仪又昭仪的 我才不稀罕呢 不想回家 恭送皇上 奉庄仪回来以后 情况如何 回皇后娘娘 皇上特命上宝司 制救金宝 赐给了冯昭仪 使她享受 同皇后一样的待遇 另外 还给了她一顶豪华的 甚至超过皇后的洗寿袋 什么 还有 寿袋上 还镶嵌着十二颗猫眼尸 驾之连城 同时 皇上还亲自送给冯昭仪一块 雕琢厚的玉佩 说是当年的和氏璧 具有驱邪镇定的功效 好了 我贵为皇后 皇上都没有赏赐过这些 好啊 你个左昭仪 皇上最近 都在哪儿肃勤 回皇后娘娘 皇上自巡游回宫后 每晚都留宿在昭阳宫 这个贱 回宫不参拜我也就罢了 还天天地端着架子 让我这个做皇后的 还怎么同帅后宫 皇后娘娘说的是 那冯昭仪 也不过就是一个妃子而已 现如今 竟然敢仗着皇上的处爱 不将娘娘您放在眼里 实在是太 太不应该了 一个昭仪 竟敢用狐媚手段 日日魅惑君王 剥夺其他嫔妃的机会 扰乱后宫 罪该万死 皇后娘娘息怒 皇后娘娘息怒 娘娘息怒 奴才倒是有个想法 说 娘娘 后天皇上带着百官 要去东郊守力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娘娘 您想啊 皇上这一去 机会 不就来了吗 郭公公 不忘本宫 平日里疼 多谢娘娘 该怎么做奴才 姓名名 奴才正在去办 娘娘 娘娘 你何必呢 家叶国师来了 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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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是不是皇上欺负你了 家业 我好想离开这儿 我讨厌皇公 讨厌皇帝 我讨厌他们把我当成冯昭仪 这里让我感到害怕 在这里没有一个人相信我 妙恋 你跟我说的 莲花山打天坑的事 我查了 历史上确实有皇帝在此失踪 还有很多人 在此地神秘失踪 也就是说 你相信我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帮你回家的 我讨厌皇帝